记者肖方起台北报道,爱丽丝三月认了与日吉老公早在2015年就离婚,和女儿李李酱一起在法国开创新生活,失婚至今约两年时间的她,近来自曝交往老外男友,并说男友跟她一样,是未来的法国新著名,金友在脸书表示男友已求婚,她表示,男孩突然跪下,手上拿着戒指,没有鲜花,灯光和排场。 她问,你们愿意成为我一辈子的家人吗?并说自己已答应求婚。 爱丽丝过去曾分享与男友的故事,透露男方是在今年春天认识的彼此爱慕欣赏,虽然之后她便离开巴黎的工作,但远距离反而让两人更确定对方的心意,终于在夏天之后再度相聚。 男友不仅十分疼爱爱丽丝,对她的女儿也是如己初,教她女儿,谈情画画,接送她上下学,天冷时带她添构冬衣,疲累时把她背在肩上,每天讲故事给她听,努力研究怎么当一个好爸爸。 这一切爱丽丝都看在眼里,她的守候,让女孩经常感动得红了眼眶,也默默地尊敬起了她。 爱丽丝,左,自爆在魂,翻设自脸书。